接著來看是在立法院裡面躺了好幾年的長期照顧服務法 今天終於三讀通過了 這代表著從此確立了長照制度將在台灣展開 有了這個法源就可以依法整合長照服務的體系 設置長照服務基金 並且拓展偏鄉服務體系 這項新法將在公布之後兩年施行 現在全台灣有76萬人失能 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都渴望受賄 首先來看是藍綠一直爭議不下來的 就是這個長照基金的來源 三讀條文通過的明定是額度要120億元分5年來剝裂 那麼基金的來源呢 則是包括了政府的預算 延捐基金資息以及各方捐贈和其他的資金來源收入 民進黨原來所主張的方案就是要加營業稅 加遺產稅還有贈与稅等等並沒有通過 而要能夠支撐這個長照體系能夠運作 就是行政院現在正在審議當中的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 這是一個仿健保的制度 要讓民眾在一出生的時候就納保 那保費呢就可以用來因應這個高齡化社會的失能照顧所需 但是費用要如何分擔 衛福部原來的規劃是政府負擔一成雇主六成個人負擔三成 但是工商團體他們對這樣子的規劃是高度的反彈 認為現在既要企業要縮短法定的工時又要給員工加薪 企業的負擔實在太重了 所以強力要求要降低到四成 希望雇主能夠再繼續往下降 政府能夠提高負擔 但是行政院毛治國在表示理解和能夠體諒之後 已經同意了就是把個人負擔一樣三成不變 但是雇主的分擔比率就調降 可以調降到原來是六成 調降到六成以下 其他的部分就是由政府來吸收 但實際的費率是多少現在還在討論當中 政院的希望是長照保險法最晚明年能夠完成立法 到2019年就可以上路 敲下議事錘 立委們高聲歡呼 在立法院一躺四年的長照法草案 終於拍板定案 對未來的家庭一定有莫大的幫助 因為隨著人口老化 未來失能的人口持續會增加 需要使用長照服務的人口也會增加 畢竟卡了四年之久 關鍵就在資金怎麼湊 經過一個上午的協商一度破局 最後經過表決通過國民黨團版本 五年內長照政策將成立長期照顧發展基金之印 裁員包括政府預算等三項 金額從90億提高到120億 不過五年後 長照體系的裁員 政府規劃推動長照保險法之印 但立委還存有其見 你如果變成一個長照保險 就變成另一個無底洞 那大家一般民眾可能會認為說保險也是要繳錢 然後這個加稅也是要繳錢 但是加稅主要是有消費 然後才有這個稅收 那長照保險是不管你是 這個男女老幼大大小小 每個人都要交 為什麼在經費的這一塊 我們不能讓 最大的理由是 那個部分一定要有保險 你縱使以後是繳稅的方式 你在現有的長期照顧這個法當中 你如果有income進來的 你沒有output的規劃 你就有錢擺在這裡 但過去只限65歲以上老人 跟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能受到政府照顧 長照法上路將擴大到身心失能 已經達到半年 或預期會達到半年以上的個人 以及照顧者 政府也將整合 國內所有照顧機構 進行人力培訓 更要強化偏鄉的長照基礎建設 約有百萬家庭將受賄 自公布後兩年實施 另外攸關縮短工時的 勞基法修正案也三讀通過 從明年開始 法定工時將從雙周84小時 縮短為單周40小時 等於全面實施週休二日 長照法跟勞基法終於過關 象徵藍綠兩黨有默契 敢在明年大選前送出大禮 討好選民的心 有點TV綜合報導